嗨大家好我是吳偉 來今天一次介紹兩顆 奇異的這個 平價世界 好 分別是起源W跟起源S2 說是兩顆但其實他們是 同一顆 我覺得這個命名的方式我就 有點困惑啊 我可以理解W它是 像起航W它就是 新版然後稍微改良那樣子 可是你的彩色版 為什麼不叫 起航W6色或是起航WS 或者是說你不要把它的 黑色 黑色版把它叫做W 這樣子我覺得 如果不熟的 真的會很容易被搞混 起源W就是起源S2 就是起源S的 下一個版本 只是因為它也有出 黑底跟白底要貼貼這個版本 那不知為何他們就拔叫成起源 W這樣子 好這兩顆同一顆啦 只是它差別是 六色無貼紙 然後黑白底有貼紙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大小重量 62吼 62 120克 然後六色版的話 118 129克 差不多 就差個 貼紙的重量 喔 好空洞啊 好吧 就是很 擺起來算輕啦 可是碰撞是蠻多的 這個零電之間密合度是很高的 這樣子摸過來 就是很平 然後 雖然說它的顏色 我覺得是有點偏淡 橘綠黃還可以 但 紅藍 有點偏淡 他們貼紙版的顏色就很不一樣 你看它的貼紙是用重藍色的 那 真的會 第一時間不會讓人覺得它是同一顆方塊 好 很 很輕啦 轉起來的那個 阻力很輕 然後 感覺還蠻空洞的 外層還不錯 那內層的話 就碰撞稍微有點多一點 來看一下容錯表現 好 就是入門方塊嘛 如果我想要花時間把它磨合開的話 我第一個動作應該會先把螺絲把它轉鬆一點 因為它出場其實是很緊很緊很緊 那 無可厚非啦 因為它的目標鎖定是出血 這顆應該是相當便宜的 說實在我還蠻喜歡貼紙的配色 不過 橘色對我來說還是太亮了 但看起來是好看的 那這個六色版的話 就不是說特別喜歡的 因為藍色是 有點像青色有沒有 天青色那種感覺 不夠 不夠亮眼 轉起來的話 我覺得內層表現還不錯 就很輕鬆 容錯的 比外層大 它容錯比外層大 但沒有什麼內容錯可以 內容錯就很容易卡到這樣 我也覺得 給新手最好是拿這樣子的方塊比較好 不要讓新手對於 4階存在錯誤的 想像 所以如果你是要推薦給新手 玩4階的話 這樣子的方塊非常適合 那玩一玩 如果它沒興趣了 那你也就損失幾十塊錢 這樣子 因為它真的是很便宜 如果玩出興趣了 那你至少從這樣子的 入門方塊手感 你可以去推敲說 我想要 然後比它怎麼樣 就讓推薦你的可能 店家或是玩家 也比較有一個依據 我用過這個 起源W 或是起源S2 我希望可以找一顆 比它小一點的 比它輕一點 或是比它重一點的 然後 希望可以容錯大一點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入門方塊 有它存在的必要 而且它的市場也是相當大 然後 我也蠻希望 廠商不要把 入門方塊做得太好 像這樣子的表現就 很中規中矩 也比一代輕 然後也比一代滑順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就 就很好 只要就是 久久會出現一些 廠商 一些產品 那個 明明是入門價位 但是那個 那個結構啊 什麼手感都是 中高階的 那 這種的我們就很困擾 OK 好啦 這個算簡單 很簡單很簡單的 開箱介紹 來 起源 S2跟起源 W 蠻好的 而且我相信這樣子的方塊 有很大的 磨合 進步的空間 你可以試試看 在你的 巧手之下 可以把這樣子一顆 中的方塊 把它磨合到多好轉 最好讓他媽媽都認不出來 拿起來怎麼這麼好轉 然後你跟他說 這一顆是 起源 S2喔 那個 玩家跌破眼鏡 好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影片下留言了 我相信這樣子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 簡單的示範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手感 裝起來的聲音 質感怎麼樣 OK 我是烏尾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甚至 我們下次見